大家好啊 大家平安 我是比琳 今天是均林幣临时政府 两个月一次的大宋 它本来其实是有声音的 如果你现在在YouTube上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但我不想要在台上羞耻play 所以我一定是现在自己讲 黑客松啊 不是政府办的 它是公民举办的社群活动 也就是说各位正常各位都可以来 关键在于什么 吃吃喝喝跟当公民科技的志工 均林幣是社群嘛 那社群的概念很重要 像是一群羊 然后或者是路边的群众 或者是高中的社团活动 但其实没有规定要干嘛 所以你任何事情想做都可以 像今天有很多人要来采访 也可以邀请别人一起 那不是公司不是组织 没有人可以命令你哦 如果有人对你很不好 我们就一定要改co-op-com的 所以千万不要受到委屈 遇到委屈都可以说 那你没有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但因为每个人的愿景都不同 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贡献 花时间帮忙打一行字 帮忙翻译改扣 然后发PR 发通知给原作者 然后你今天时间能产出 就会更胜出来 那距离没有很多实体活动 有非常多的社群专案 像秋松团啊 国际教堂 英超啊 然后 专案里面就会有 保证专案的目的 要持续前进的工作小组 或欧贵奶色 社群专案呢 像是比如说真的假的 那V台湾 然后阿玫瑰蒙点 然后也会在社群里面当中提案 大家等一下都可以听到大家的提案哦 找友之一同朋友一起 那还有像一些就是突发事件的专案比较小的 比如说高雄气爆的资料会者 然后还有COVID-19期间的口罩地图 这些都是那种比较短期的 然后大家一起可以凝聚能量 接下来问大家介绍今天的流程怎么样进行 和这个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现在不是在中研院 等一下会有三分钟提案 提案结束之后也会有 就是一分钟的快速的候补提案 在要提案看提案这里 就会有本日的提案 短奖跟成果报告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一定要记得去看到 就是里面的简报啊 供笔啊 跟专案的负责人可以找谁 里面就是时间 那希望想参与的人 都可以理解专案 到底要做什么 早安问问 那提案听完之后 就会是自我介绍的时间 大家要想三个关键介绍自己 那让专案客人 可以知道找谁帮忙 加入你的专案 线上的大宋就会事先录制 但因为建设实体 所以很棒 除此之外呢 等一下就会有开工时间 那大家可能就会有分组的方式 进行分组 Hacking会继续到下午大概4点5点 那我不确认今天会不会有导览团 应该会有 还有就是短奖时间 你也可以继续听 或者是去听 就是新参者的新手导览团 中午呢会有午休时间 室内可以吃东西吗 可以 太好了很棒 2点半会有自由提案报告时间 那会有8分钟 比较长的时间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是早上没有提案的 或者是你有一些想要 研究的新的专案的细节 可以在这个时候提案 像我之前就分享了 我去美国就是怎么样 申请美国交流计划 那活动结束前一个小时 会有今天的结案报告 如果说不用非常完整的事情 今天有做到什么 听到别人做到什么 就提出来 真的假的 是固定会在这个时间 感谢当天有参与的贡献者 因为这些时间 都是大家贡献出来的 所以不是我们的credit 所以非常感谢就是来贡献的人 那有的时候是中研院 有的时候是这里 那如果你们有网路的话 帐号的话 GISI密码是23383377 请务必确保你可以连上网路 然后等一下会有就是 希望还没有加入slag 可以加入slag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就是新参者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 非亚裔的朋友们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频道 会有不同的专案 像Kovac就有一个自己的channel 然后Jowson啊 Intel啊 还有最近有那个gillinv.sami 等一下控场就可以去注册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提出注册申请 join.gillinv.tw 等一下会一起写共同笔记 共同笔记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写同一份文件 像是Google Doc 或者是HackMD 像过去就是台大因为 他们就有出COVID-19的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 他也是就是很多人一起共笔 那我们常用的其实是 这个HackMD的平台 有很多排版跟框架 大家浏览的优点 它其实是一个MD的系统 共笔里面如果有框起来 这会是提案里面有提过的 三分钟提案 跟最后的 下面是成果发表的提案登记表 里面这会有很完整的专案细节 你可以看到专案的主题 共笔跟他正在征求什么样的人 像我们就征求工程师 今天很多的资讯 你可以再打开专案的共笔跟投影片 那什么样的专案是黑客松提案呢 Gillinv.t的理念是开放 我知道有人今天要来研究Gillinv.t的社群 黑客松的成果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会使用开放授权 授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可以做 那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 Gillinv.t其实有CC授权小帮手 你可以去选择说 我到底要他多开放 我希望他不要被商业滥用 或者是我希望大家开放 随便都可以用 那任何情况下 你都可以问问题 不用太担心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害羞 你可以来找我 我非常的神经大条 所以大家看到我都不用害羞 任何帮助或有可能的成果都可以提出来 那不管你是多荒谬的提案都可以提出来 或者是像这个我们如果画一匹 或者是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有公共意识 那也相信开放可以创造很多的公共利益 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进步 然后外面有晋能贴纸 所以其实你不会写成绩 就会发现你也很适合加入均力比领时政府 像我就完全不会写成绩 有设计师啊 然后喜欢公民运动的社会运动者 然后文字工作者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黑客松里面找到你适合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一起帮助更多人 接下来非常重要的社群守则 我们今天应该会有一个修改的讨论 那大家有任何想法也欢迎一起来讨论社群守则 就是不要欺负人要尊重他人 社群守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实际上真的会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伤害 所以不论你的就是身体外貌疾病 种族跟性别 我们基本上是禁止任何的骚扰行为 你只要任何感到不愉快都可以随时反应 一定会有人帮助你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维护这样的气氛 那如果遇到跟别人对话的时候 希望可以尽量正面的讨论 不要负面的批评 还有就是如果说今天很多其实很多是新参与的人 有一天我们都可能不是那个第一次参与的人 大概开始来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茫然跟不确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友善地帮助他人 不要再说你就自己去查 我就放在那里自己去看 这样不是很有礼貌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认识的人 其实你可以先从等一下帮忙写记录 帮忙写公笔开始 那就是看大家可以一起做什么 旋律面社群跟HackMD有合作 所以有一个专门的网 就是JuneVisionHackMD.io 那网址就在网页上面 那你可以用很多登录的方式 Github账号 Gmail账号 跟Facebook账号都可以直接登录 那左上角有一个就是铅笔 然后书页跟眼睛 你就可以去看说你的文字会怎么样呈现 右边就是排版好的情况 那它和Google Doc一样 你在这边打字 右边就会跑出来 那标题的话可能就是锦字键 在HackSong绝对是人人有坑调 每个人都可以做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要找帮忙找错字 或者是写翻译的朋友 或者是使用者的意见回馈 或者是就是采访 那你随时去问的话 康主一定永远需要你 如果今天你是在家里 就是远端参与 台北的朋友高雄的朋友 其实脸书现在有两个公开社团 后勤中心啊 那还有就是GinleyV临时政府啊 等一下会议就是外面可能会有食物 那记得要吃饱 还有就是协助垃圾分类 外面有垃圾桶 活动结束之后呢 要一起就是把场地 恢复原状 爱奇这边的场地 那GinleyV有一个扩 就是说不要问 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因为你就是没有人 所以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如果你希望GinleyV的活动 可以持续举办 我们就到这里 任养大松捐款 这些捐款就会作为 就是黑客松举办活动的支出 还有社群基础建设的基金 而且如果你有捐款 你就会获得就是贡献者票 就一定可以来 谢谢大家 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7月1号 这个GinleyV救送的主席 要交接啦 来我们来请 伊莎贝跟我们一起来 举办这个重要的仪式 大家好 非常开心今天看到大家 那个介绍一下 揪松团 揪松团就是 举办两个月一次黑客松的坑主 那平常如果社群的这些 slack 黑客MD 然后所有基础建设 如果有问题的话 揪松团的职工都会协助大家 所以基本上揪松团就是一个 维持社群运作的基本的工作小组 那刚刚有看到这个募款的部分 就是大家如果有捐款的话 也会是揪松团这边来统筹运用 然后我们有把这个 就是账目都放在 就是网路上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我从2019年7月 开始当揪松团的团长 还是主席 我今天终于可以卸任了 所以我一讲 我一讲这件事情呢 所有人就问我说 请问你抓交替抓到谁 就是我们亲爱的哲伟同学 谢谢大家 那刚刚我们非常的这个GINV风格 就是他问我说 那交接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确实会需要募款 那所以大家如果愿意支持的话 请在今天在外面有一些意卖品 就是请大家这个 踊跃贡献一下 脱鞋啊 然后帽子啊 还有什么 贴纸布啊 然后免洗餐具 是吧 对 那总之呢 非常大 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今天到台中来 那 周松坦也会 持续努力 我虽然现任主席或团长 但是我还是会在周松坦里面 那周松坦其他的 志工还有 还有 Ronnie 然后还有高嘉良 然后Epa 小薇 然后跟Kirby 那他们三位今天都还没来 哈哈 但没关系 我就先 非常象征意义的 把这个坑主的背章 交给我们哲伟 谢谢大家 照个笑 照个笑 谁帮忙照个笑 谢谢 谢谢 好那交还给 谢谢 真是感人的一刻啊